110学年度JHBL国中篮赛南甲集资格赛在花莲落幕了 花莲县有国锋玉里两支在地球队把握机会先后在外卡赛胜出 而其中玉国中篮球队不是第一次闯入甲组16强 而这也是睽违了20多年 教练是玉里乐和部落的孩子 他训练玉里着西的孩子一路打到甲组 非常以这群孩子骄傲 希望能够继续往更高荣耀闯下去 全球投篮一个动作都不马虎 他们是玉里国中篮球校队 才刚刚拿下国中篮赛南甲集资格赛16强 比完赛之后不敢松懈 下午上完课马上换球衣继续连球 玉里国中篮球队一半都是在地的阿美族布农族的孩子 热爱打篮球 有些学生是从小国小就开始热爱打球 直到现在热情不灭 就当初觉得篮球很好玩 然后就就就进去国小的时候进去打 然后打一打就就让就是让我感觉很喜欢 然后就让我继续打打的一直打到高章 就速度快 然后我们就去用速度去赢别人 然后我们爱就爱去赢快 没办法 让这群孩子表现突出的背后推手 就是这位返乡回来担任篮球教练的周凯成 自己本身就是玉里国中校友 还说这一次能够打进16强是孩子们的坚持 接下来一直到预赛会再加强孩子们速度敏捷等等 让他们在预赛时能够有更突出亮眼的表现 关键是他们是他们自己撑的下去啊 然后有在注意听就是我叫我的指示 对对对那他们其实自己很拼命 对他每一颗球都不放弃这样子 那到后面就是他们自己引赖的胜利这样子 最近几年玉里国中多次向JHBL甲击资格赛口关 不过多年调整之后 玉里国中拿下了今年JHBL国中蓝赛 南甲击资格赛的是6强 玉赛将在11月15号到17号 在台北的体育馆红馆举行 记者高雙雙玉政采访报道